说人体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和程强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他是我应聘的那家酒店的客房经理 我是服务员 刚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 程强见我年龄小 做什么都是切切的 就很热心地帮助我 有时候遇到老员工欺负我 他也会替我说话 感觉很护着我 后来他知道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 就对我说 我也是从小地方出来 一个人在城市打拼的 以后有什么事你就找我 这句话对远在异乡的我来说 特别温暖和贴心 所以上班的时候 我总想着能在什么地方碰见他 哪怕不说话 看着他笑一下都觉得很好 因为是做服务行业的 所以呢 城墙带人接物总是很有耐心 有一次 一位最久的客人在楼道里摔倒碰到了墙上 客人非说自己脑袋荡了 大吵大闹是是酒店的责任 要酒店赔偿 城墙把客人带到休息室 很有耐心地安抚他 还让后厨做了醒酒汤给客人喝 又安排人买了纸腾贴给客人用 后来客人自己不好意思了 城墙是自己喝多了 走了不稳才摔倒的 还谢谢城墙照顾自己 又拍着城墙的肩膀和他撑胸倒地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城墙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心里对他特别佩服 再加上他整天都是西服鼻挺 衬衣雪白的穿戴 心里呀 不由地对他产生好感 城墙知道我对他有意思 有一次他故意问我有男朋友没 我说没有 他又问我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我红着脸不说话 他开玩笑说 你看我这样的行不 我心跳的咚咚的 不敢抬头看他 感觉心事被他看穿了 上了一段时间班后 我发现城墙每天都会让前台 留一间客房给他休息 每次都会让我提前给他 换套干净的床品 有一次他给我收了一个房间号 我知道他要休息了 就很开心地跑去 给他换床单被罩 结果刚一进去 城墙就把我拦腰抱住 三两下就把我放倒在床上 我使劲推他 又害怕别人听见 也不敢太大动静 城墙一边咬我的耳朵 一边对我说他喜欢我 还说我就是他要找的那种 文静乖巧的女孩 要和我结婚 亦乱情迷中 我把自己给了他 和城墙在一起后 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是关于如何用酒店里的东西发财的 后来城墙因为工作的关系 可以接触到酒店的一次性用品 比如拖鞋 牙刷 还有小毛巾和洗漱用品 每次他都会利用植物之便 多领一些积攒起来 然后卖给周围的小旅店 后来他又告诉我 怎样把客人用过的拖鞋和牙刷 整理成新的 继续用 或者直接拿出去卖 城墙这样做的时候 总是很得意 说这就叫夫妻店 只要做得隐蔽 这条发财的路子 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每次卖了钱 城墙都会领我去吃好吃的 虽然都是些路边摊 但是呢 他总会把不多的鸡蛋和肉挑给我 说我太瘦了 需要补补 我知道城墙给不了我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是只要他心里有我 我已经很满足了 有一次 我们正在客房里偷欢 前台的对讲低 喊老总来了 等我们慌里慌张的 设施好出去的时候 差点就和老总碰个正着 那次把我吓坏了 因为我们俩住的集体宿舍更不方便 我就说我们在外面租个房子吧 城墙不愿意 说那些有钱人 偷情都是来酒店的 他们还要花钱 哪有我们这样的条件 不花钱还能享受 我说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 他说没事 以后小心点就行了 集体宿舍不花钱不说 还能省下房租水电费 如果出去住 这些钱不是要白花了 我说不过他 又担心太坚持会惹他不高兴 只好听他的 交往半年后 我带他回去见了我爸妈 城墙很会说话 人也长得精神 我爸妈对他很满意 可是当听说城墙家 远在几千公里之外时 我爸妈还是有点担心 城墙看出我爸妈的心事 说一个劲儿的保证 他会对我好 再加上我坚持地认为 城墙是个可以依靠的好男人 我爸妈最终还是依了我 临走的时候 我爸妈对我说 让我和城墙去一趟他家 见见他的家人 我给城墙说了 他答应得很痛快 说他虽然从小就没了爸 但是他妈如果知道 他能带个儿媳妇回去 肯定高兴死了 我们回到上班的地方后 城墙带我去了好几次超市 和我商量着回去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东西一遍一遍地看 回家的日子却总是定不下来 我催他 他就找各种理由 一会儿说天气不好 一会儿说他妈出门打工不在家 有一次 我刚一提这事呢 他就故意地打了好几个喷嚏 然后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不能来回折腾 我气不过 骂他像个无赖一样 他也不生气 嬉皮笑脸地 抱着我 让我再等等 我们相处了快一年的时候 我意外怀孕了 城墙特别高兴 不等我催他 就给他妈打电话 可是话还没有说两句 他就和他妈吵了起来 最后他丢下一句 反正孩子都有了 你看着办 就把电话挂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长须短态了半天 才说他在老家已经定亲了 女孩是他们一个村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女孩的妈妈得了神经病 成天在村里敲门砸窗的发疯 大家都说那女的娘家有精神病史 还说这病可以遗传 城墙知道后要退婚 但是他妈说当初定亲的时候 给了女方家好多彩礼 如果男方提出退婚 按农村人的习俗 女方是可以不退彩礼的 所以就不同意 所以我才跑出来打工的 城墙抱着我 说得可怜兮兮的 我也愁得不行 不知道这事要怎么处理才好 后来城墙又安慰我 说我们就在这边先租房子生孩子 然后抱着孩子回去 看他妈怎么办 我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听他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城墙有一次和我运动的时候 把我弄出了血 让我流产了 那是我们在一起一年多里 城墙第一次给我甩脸子 他非说是因为我身体太瘦弱 才没有把孩子保住 我伤身又伤心 说要请假休息几天 可是城墙说 现在正是酒店的旺季 如果这时候休假 是要被死退的 到时候他也不好帮我说话 没办法 流产第二天 我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 强撑着上班 几天之后一个晚上 城墙下班了很久 还没回来 我给他打电话 也不接 后来一个同事接的电话 说城墙和他们在喝酒 那时候同事们都知道我们的事 我以为他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喝酒散心去了 结果天快亮的时候 却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说城墙因为嫖娼被抓了 让家属过去处理事情 难过 失望 无助 再加上身体不舒服 我一下子就被击倒了 趴在出租屋里 闷声哭了好久 后来城墙被酒店辞退 我也被迫离职 城墙那段时间情绪特别暴躁 总是给我发脾气 说就是因为认识了我这个倒霉鬼 才害得他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也很难受 但是我骂不过他 也打不过他 最后只能说 那不行就分手吧 但是城墙又不愿意 说他最近心情不好 让我体谅他 他其实并不想和我分开 后来城墙找了份工地上的活 倒霉的是 他去了还不到半年 就从高处摔下来 成了下半身瘫痪的废人 幸运的是 工地在事故中负全责 他拿到了五十多万的赔偿金 城墙他妈也来了 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和他妈见面 他妈看上去有点不好亲近 成天板着脸 嘴里嘟嘟囔囔的 抱怨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他很少和我说话 偶尔说一句 也都是气冲冲的样子 有一次医院通知 我给城墙续交医药费 我给他妈说了 他妈抽着脸说 钱的事你少惦记 医院要钱 让医院来找我 我说医院只负责 把交钱的事通知给家属就行了 不可能 你指定谁 再告诉你 你算什么家属 他妈不屑地哼了一声 没领证 没结婚 随便跟人家睡一睡 就当自己是一家人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跑前跑后的忙啥呢 我提前告诉你 那些钱 你一分都别惦记 其实这段时间 因为要照顾城墙 所以我都没上班 而且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 都花完了 没想到他妈 不仅看不到这些 还像房贼一样防我 再加上城墙也不理我 没办法 我只好离开 我和城墙确实没办结婚手续 要说关系 只能算同居 他被他妈接走后 我想我们之间也就完了 大概半个月后 城墙他妈给我打电话 说城墙回去 不吃饭 不吃药 一副等死的样子 让我给他打电话 开导开导他 我想起他们对我的态度 心凉得像井水一样 就说我管不了这些 我和城墙已经分手了 后来城墙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他当时出事以后 整个人都是乱了 也没来得及和我说什么 回去后 他最放不信不下的就是我 还关心地问我 胃痛的毛病好点没 从那以后 城墙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 有时回忆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光 有时说他现在恢复得有多好 我纳闷地问他 你妈不是说你不吃饭 不吃药很不好吗 怎么听你说自己的情况还不错 城墙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相信吗 就是因为心里有你 我才觉得活着有点盼头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我不可能和城墙这样一个 半瘫痪的人过下半辈子 可是如果和他通通电话 就能让他鼓起勇气 面对未来 我觉得自己也不损失什么 所以并没有拒绝接他的电话 就这样过了有两个多月 城墙突然一连几天不和我联系 我多少有点担心 就给他打了过去 结果是他妈接的 话还没有说两句就哭了 说城墙因为身上生了褥疮 情绪极度低落 竟然偷偷在被窝里割腕自杀 幸亏发现得早 不然人就没了 小平 你要有时间就来看看他 你帮我劝劝他吧 我年纪大了 本来照顾他就很吃力 他再这么折腾 是在要我的命啊 城墙也给我打电话 意思也是让我去看看他 说他现在已经是废人了 没想过还要把我留在身边 他不可能做出那么自私的事 只是现在他比较脆弱 如果我能以彭于的身份 多关心关心他 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 就这样 我一时心软 答应去看城墙 后来我一次次的想 如果我当时不答应去看城墙 那也不会有后来的事 可那时 我就是一时心软 毕竟他是我第一个相爱 并且把自己给了他的男人吧 城墙加在另外一个手 我光是坐车倒车就用了两天 好不容易到了他们那个小县城 结果到他们村子 没车 只能搭拖拉机 我等了好久 才搭进了一辆拖拉机 颠簸了好久 才到他家 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子 到处都是破破烂烂 城墙家很穷 几间裸露着砖头的平房 院墙的砖头连水泥都没用 就那么干落起来 我看了看周围 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 发现左连右舍基本都是这样子 整个村子都很穷的样子 真没想到城墙家竟然这么贫穷 怪不得他一直对钱那么计较 让我意外的是 城墙见到我表现得非常冷淡 几乎不抬头看我 我说一句他嗡一声 也不和我眼神对视 我感觉莫名其妙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还好他妈比较热情 陪我吃完饭后 就在隔壁房间 铺了一床干净被褥 让我休息 我在路上奔驳了几天 也实在是困 虽然想不明白 城墙为什么在电话里 和我面对我的时候 态度差那么多 我还是决定先睡一觉 我迷迷糊糊的想 如果等我起来 城墙还是那个态度 那我就走 结果就在我睡着的时候 忽然听见旁边一个男人 在说道 你睡觉咋还打呼噜 我一个机灵就吓醒了 抬头一看 一个和城墙长得很像 但是年龄比城墙大的男人 正站在床前 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 他表情呆滞 嘴角挂着一丝口水 见我醒来 伸手就朝我胸口摸 我吓得大声尖叫 城墙他妈 一溜小跑地进来 把男人拉走了 这一下我再也睡不着了 赶紧穿好衣服 去问城墙怎么回事 是我哥 他脑子有点不清楚 城墙头也不胎地说 你不是说你们家就你一个吗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哥 没想到城墙突然就不耐烦了 你烦不烦 多一个人关你什么事 又不让你痒 我被一夜的一愣 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能有什么意思 他是我哥 也是你老公 什么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城墙还是没有抬头 他是我哥 以后你就是我嫂子 你疯了吧 城墙 你说什么呢 你以后总要嫁人的吧 那就嫁给我哥吧 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的天 这叫什么事 城墙怎么能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竟然想让我嫁给他脑子有毛病的哥哥 我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了一样 想跑的同时又担心他家人会不会在外面堵我 城墙看出了我的心思说 放心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不会有人把你关起来的 城墙叫我妹坑声 又接着说 你也别嫌弃我哥 他以前比我还聪明 后来帮我跟别人打架 伤了脑子 你要是愿意嫁给他 那五十万赔偿金就给你们花 我不愿意 我大声吼 我哥是为了我才偏成这样 我用这种方式帮他有错吗 欠你哥的人情 是你 凭什么拿我来还债 你好歹也跟了我两年 难道咱们之间连一点情分都没有 你要知道 你和他结婚 就等于是帮了我大忙了 城墙竟然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劝我 好像不明事理的人是我一样 简直胡扯 我气得太阳穴猛猛的跳 别说我不欠你的 就算让我帮你 也不可能谁对你有恩 我就得和谁睡觉吧 那是不是你们家人 我都得陪着睡 城墙翻了翻白眼 正要还嘴 他妈进来了 嗓门比我还高的喊道 你咋说话这么不知羞耻 谁让你睡我们家人了 就你这瘦的没二两的小身宝 一个月能挣别人多少钱 我儿子要是脑子没毛病 会拿五十万块钱给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 吊梅尖塞的 穷酸样 这辈子别说挣了 见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吧 我又气又急 这一家子都是什么奇葩玩意儿啊 这他妈的翻脸比翻书还快的速度 也让我始料未及 我感觉在这地方多待一分钟 都是在侮辱自己 转身就跑出去收拾东西准备走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刚一进屋子 城墙他妈就把门上的锁挂上了 这下我真的害怕了 不过去拼命地拍门 他妈在院子里说 你使劲喊 这村子里 但凡有点力气的人都出门打工了 这几个耳聋眼瞎的老头老太 我看你喊给谁听 我拍得手生疼 知道这样没用 又赶紧去包里找手机准备报警 结果发现 除了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外 别的东西都不见了 城墙 你还是不是人 你不是说不会关我吗 你们这样做会遭报应的 我大声哭喊 但是门外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绝望了 一边哭一边想怎么办 要知道他哥可是个傻子呀 讲道理肯定是没用的 万一他冲进来对我用粗的话 我哪里是他的对手 天渐渐黑了 我听见城墙他妈在厨房里做饭的动静 心想等会儿 他给我送饭的时候 我就跪在地上求他放了我 女人都比较心软 说不定他会同情我 就算他不放我走 我也得趁机会跑出去 才有希望逃脱 结果都等到后半夜 也没人给我送饭 我又饿又累 瘫坐在椅子上 脑子里一阵一阵的发懵 就在这时候 城墙他哥进来了 我猛的站了起来 紧张的浑身发抖 他哥目呆呆的看着我 不说话也不动 他妈在背后推了他一把说 别傻了 把裤子脱了 和他睡觉去 你试试 要是他赶过来 我就撞死在这儿 没想到这句话 却刺激了他哥 只见他发疯般的开始嚎叫 然后抱起一把椅子 就跑到院子里开始摔 把他妈也绊倒在地上 我趁这功夫赶紧往外跑 城墙他妈 破着腿 在后面追着喊我 但是他毕竟上了年纪 不可能追得上我 外面黑灯瞎火 我看不清楚方向 只能顺着脚下的路 拼命往外跑 我不敢向他们村里人求救 只想远离他们村越好 跑着心都快跳出来了 也不敢停下步子 仍然挣扎着一步步走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大概好几个小时 直到我觉得自己快站不住了 才看见前面有一些灯火 我跑到了县城 半夜时分 到处都黑灯瞎火的没有人 我只得找一家卖早点的小店里 店主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起来准备 我哭着对店主说了自己的遭遇 店主帮我包了紧 警察来时 我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 警察把我带进派出所 给我吃的喝的 让我休息一会儿 等天亮了 他们开车带我回去 调查事情的经过 虽然我恨不得 把城墙一家都抓起来 可是因为我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城墙和他哥又都是病人 再加上城墙他妈撒泼打滚 那该死的老女人哭嚎说 要抓就抓他吧 把他抓了 剩下的饿死了都清静 所以警察也没把他们怎么样 最终我只好拿了自己的东西和警察离开 回去的路上 有个年纪大的警察对我说 你这个傻女人 遇上这家人只能算你倒霉 这附近十里八村的 谁不知道他们家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不知道 我是从外省过来的 警察看着我摇了摇头 给我说起了城墙家的事 原来城墙他爸是个上门女婿 他妈是村里有名的泼妇 年轻的时候 两人经常打架 后来他爸觉得 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跑了 城墙他妈恨他爸恨得要死 成天对俩兄弟说他爸死了 有一年夏天 城墙他哥去水库里游泳 碰到一个溺水的死人 一下子就吓傻了 从那以后就听不得别人说死字 村里不懂事的小孩 有时故意在他面前说这个死字 他哥就犯病砸东西 他妈就扑着和人打架 城墙嫌这样的家庭丢人 初中没毕业就跑出去打工 几年前 他不知道在哪里骗回来一个小姑娘 两人没结婚就住在一起 那姑娘也傻 也不觉得城墙家条件不好 城墙他妈嘴烂 还看不上那女孩 天天骂骂咧咧的欺负人家 那女孩也不往心里去 两个人住了有一年多后 城墙发现女孩一直不怀孕 就开始不把她当回事 不但和他妈一起骂那女孩 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 还动手打女孩 城墙他妈那时也想过 要把女孩关起来 硬嫁给他的傻儿子 结果女孩拼死挣扎 邻居报告了村里 村长都去劝 女孩才跑了 没多久 城墙也出去打工了 听到这里 我才明白 为什么城墙一直要等到我怀孕后 才给家里说 原来他是担心又领回去一个 不会下蛋的鸡 可是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为什么他妈还要和城墙吵架呢 我理解不了这点 那谁知道 他们家反正没有一个正常的 你是没和他妈打过交召 他妈呀 和人吵架 不看事情是对是错 他天生就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从来不会好好和人说话 城墙说 他哥呢 是因为保护他 跟别人打架才受伤的 还说 他在村里啊 定过亲 因为女方的妈妈有神经病 他才出门打工的 我说的浑身无力 因为我能听出来 警察说的才是真的 城墙只不过是在骗我 果然 警察说 你听他瞎扯 就他家那情况 哪家大人瞎了眼 会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也就是你们这些远路的 不知道情况的啥女子 才进他家的门 是啊 如果我爸妈知道这些 肯定是打死也不会 让我和城墙在一起的 要怪 只能怪自己瞎了眼 才遭了这么一份罪 人们常说 远嫁的女人 十有八九 过得不幸福 我这还没有嫁 就受了这么多岁 想想心里万分后怕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只能当自己做了一场梦吧 我现在只希望 那句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的话 能真的应验 不然 让我怎么有勇气 面对以后的生活 最最可怕的是 我回到了家之后 城墙竟然还给我打电话 我绝通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他就一副悲痛欲绝的语气 对我说 你是个骗子 你就从来没爱过我 你是骗我 我再也不相信爱了 我拿着手机哭笑不得 挂了之后 我把他的号码 拉进了黑名单 我只想赶快忘记那场噩梦 永远不再想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呢 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